21号 俄罗斯宣布承认乌乌克兰的东部两地为独立国家的消息 已经公布 立即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当地时间22号 俄外交部宣布 自当天起 与乌东部民间武装控制的两个地区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并撤回驻乌外交机构人员 当天 俄罗斯外交部就决定撤回驻乌克兰外交机构人员发表相关声明 声明中说 俄方的首要任务是照顾好俄驻乌史领馆的外交官和工作人员 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 俄领导层决定撤回驻乌克兰外交机构人员并将尽快落实 同一天 俄外交部宣布 自22号起 与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同一天 俄联邦委员会 也就是议会上远通过相关决议 准许总统在境外动用俄联邦武装力量 会议公开进行 获得一致通过 决定自通过之日起开始生效 出动军队的数量 行动区域 任务和在俄罗斯境外停留的条件 将由俄罗斯总统决定 俄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表示 这将是一支维和力量 其目的是在顿巴斯地区建立和平 并防止对平民的炮击 当地时间22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记者表示 俄罗斯过去有意愿执行辛明斯克协议 因为这是彼此妥协的成果 但是现在辛明斯克协议已经不复存在 普京说 早在顿涅斯克和卢干斯克共和国独立 获得俄罗斯承认之前 辛明斯克协议就被乌克兰方面扼杀了 西方声称应该执行明斯克协议 但无力促使乌克兰方面执行协议 辛明斯克协议基本等同于不再存在 于是俄罗斯被迫做出承认两个共和国的决定 普京表示 俄罗斯将向两个共和国提供军事援助 普京强调 俄罗斯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 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是 乌克兰自己拒绝加入北约 坚持中立 普京称 希望乌克兰去军事化 乌克兰通过军事化手段反俄 对俄罗斯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普京表示 善良并不意味着软弱 并以此结束了当天的记者会 俄罗斯为什么此时突然出手 俄军进入乌东展开威和 从军事方面看会产生什么影响 来听特约评论员杜文龙的分析 我感觉两个原因 第一是对北约严重失望 北约和俄罗斯进行了多轮的会谈 但是俄罗斯就想要一张纸两句话 第一 乌克兰不可以加入北约 第二 北约不可以东扩 实际上目前安全保障机制很简单 但美国和北约迟迟不给任何恢复 而且增加兵力 继续摔风点火 已经达到了非常癫狂的态势 这个状态下俄罗斯所需要的承诺 俄罗斯认为无法得到 必须用自己的手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所以承认两个共和国 主要是增加缓冲区域 如果按照目前乌克兰的态度 执意加入北约 基本上标志着北约的刺刀尖 会顶在俄罗斯的胸膛上 这个状态下会对俄罗斯的安全 构成重大影响 如果两个州变成了两个独立的共和国 至少在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 有缓冲地带 所以总的感觉 从大的空间范围内 与北约保持这种非接触状态 是俄罗斯安全的一个重要选项 所以承认共和国 然后进行维和行动 确保两个共和国的安全 就成了俄罗斯的选项 也说明 最后在东部地区 乌克兰军队与民兵组织的冲突 将会持续进行 这个状态下 如果能够确保隔离区 和缓冲区域成立 最重要的手段 是采取维和手段 遏制乌军的进攻行动 当地时间22号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通过电视直播发表讲话 他表示 乌克兰将保留进行 独自和集体防卫的权利 国际社会承认的乌克兰领土边界 不会因俄罗斯的行为而发生改变 俄罗斯承认 乌东部民间武装控制地区独立 是其单方面退出 新明斯克协议的行为 泽连斯基还呼吁 就俄方举动紧急召开 诺曼底摩世四国峰会 和欧安组织特别会议 那针对当前局势 乌克兰方面有什么新的动态 和军事部署 武装控制区 现在的最新情况如何 现在我们来连线 总台记者王敬燕 好的 在当地时间22号的晚间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再次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 在这次的讲话中 他也宣布已经签署了 在特殊时期 征召预备役人员的法令 他表示签署这项法令 主要是提升军队 应对可能的作战形式变化的准备 但是他同时也强调 目前还没有必要 进行全国的总动员 此外呢 在22号 乌克兰外交部也宣布 召回了住俄罗斯的临时代办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 就在22号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那么乌克兰与俄罗斯关系 已经跌至谷底 他表示呢 目前乌克兰外交部正在等待 总统做出与俄罗斯弹交的最终的决定 他表示呢 这一决定呢 也是乌克兰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 是非常及时的 同时也是符合乌克兰国家利益的 此外呢 根据乌克兰媒体的报道 在23号 波兰和立陶宛的总统都将到访基辅 并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 进行会谈 那么预计呢 在23号的下午 三国首脑将共同面对媒体 有一个新闻发布会 目前在乌克兰首都基辅 整体的氛围还是比较平静 并没有出现这种大规模的恐慌 我们在超市也看到 现在货架上的货源呢 仍然是比较充足的 也没有看到民众有抢购食品和日用品的情况 此外呢 乌克兰本地格利夫纳 仍然是保持稳定 尽管有小幅贬值 但是波动并不大 另外呢 我们也采访了乌克兰国内的民众 针对目前的局势 不少乌克兰当地的民众就表示 俄罗斯承认乌东两个地区独立 也是对乌克兰主权的严重的侵犯 那么他们对未来也感到担忧 但是同时也希望 目前能够通过这种外交的手段解决和平 解决目前的冲突 好的 感谢金燕带来的报道 我们继续来关注乌克兰局势的最新消息 那根据美媒的报道 俄罗斯现在在乌克兰三个方向 集结了高达19万人的部队 而且装备精良 现在已经出动的维和部队 与19万人大军之间是什么关系 会不会引发大规模冲突 从整体战斗力上来看 俄乌两国军队的差距有多大 继续来听杜文龙的分析 我感觉俄罗斯还是为最坏的情况做打算 为大规模冲突做准备 俄罗斯的基本算计是 如果当面的军队只是乌克兰军队 这个仗有可能相对较小 力度相对较低 但是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 在边上总是要介入 而且装备部署已经基本到位 他参不参战 如果今后在北约队居 像波兰 包括苏勒伐克尔 以及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有北约的军队介入 那么这个战争状态将会严重升级 19万大军有可能只是及格标准 大概不排除今后 还会有更多的作战兵力 向这个方向进行各种部署 体现了俄罗斯在这个方向的 深刻的战略谋划 目前看 触发大范围作战行动的可能性并不高 因为俄罗斯目前基本意图是 只要维和能够成功 这个战斗就可以结束 如果不遭到乌军的大范围 高强度的攻击行动 那么19万人只可以作为后备 它是一个可进可对 可前可后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这些部队 既可以在乌克兰和俄罗斯边境 作为常态的防御部队去部署 还可以在战时去进行紧急增援 当地时间21号21点 北京时间22号上午 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局势 召开紧急公开会议 中方代表呼吁 相关各方保持克制 和平解决争端 联合国负责政治事务的 副秘书长迪卡洛表示 在当前不确定性中 开展对话更加重要 谈判是解决区域安全分歧 和解决乌克兰东部冲突的 唯一途径 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 俄罗斯代表表示 俄罗斯对外交解决乌克兰问题 仍持开放态度 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一再反复渲染局势 并无耻地向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 俄方的目标是保护相关地区人民 乌克兰代表则谴责 俄承认乌克兰东部的 顿尼茨克人民共和国 和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是非法的 中方代表在发言中表示 中方高度关注乌克兰局势的最新发展 中方已在安理会前两次会议上 全面阐述了立场 当前形势下 有关各方都要保持克制 避免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 我们欢迎并鼓励 一切致力于推动外交解决的努力 呼吁有关各方继续开展对话协商 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寻求解决彼此关切的合理方案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1号 对俄罗斯承认乌克兰东部的顿尼茨克人民共和国 和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的决定深感关切 并敦促相关各方优先开展外交活动 和平解决所有问题 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 呼吁各方按照安理会认可的明斯克协议 和平解决乌克兰东部冲突 声明表示 根据联合国大会的有关决议 联合国仍然完全支持乌克兰 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随着乌东部局势巨变 多国敦促本国民众撤离乌克兰 美国外交官已经连夜撤到波兰 不久前抵达波兰的美国士兵开始在乌克兰边境演习 当地时间21号 波兰国防部长布瓦什下克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不久前抵达波兰的美国士兵开始在乌克兰边境附近演习 以加强北约东翼的安全 据纽约时报报道 驻波兰美军不会进入乌克兰 在波兰东南部主要城市热舒夫的美军基地 紧急增援波兰的美军正在待命 目前共有约9200名美军驻守波兰 随着来自美国的增援兵力 陆续抵达梅莱茨美军基地 一个个临时设施正建起来 用于向各地迅速输送兵力和物资的 齐努克黑鹰等军用直升机已完成部署 衣物直升机也在不断起降 波兰热舒夫亚辛卡机场内的 临时美军基地也储备了军需物资 随时应对紧急情况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当地时间21号晚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出于安全考虑 已下令美方外交人员 从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离开 转移至波兰过夜 布林肯表示 国务院工作人员将定期返回乌克兰 继续他们的外交工作 并提供紧急领事服务 同时他敦促美国公民立即离开乌克兰 美国国会山报网站援引北约官员的话说 在基辅的北约工作人员 也已经被转移到利沃夫 以及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北约官员在一份声明中说 北约和盟国正在密切监测和评估局势 并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乌克兰局势已经发生骤变 美国的煽风点火不但没有停止 反而愈演愈烈 那么美国此举会对局势发展产生哪些影响 俄乌局势未来会向哪个方向来发展呢 来听特约评论员苏小辉的解读 首先我们会看到现在局势的发展 仍然有很多的负面的因素 当局势已经开始升高 已经开始出现更大风险的时候 而美国还在继续拱火 这会造成局势失控的风险进一步的加大 而说到美国的拱火 美国在延续此前所谓的舆论战的方式 再继续谈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 甚至声称俄罗斯下一步的行动 就是要拿下整个乌克兰 这对于当前本身已经非常微妙的局势来说 会造成更多的煽风点火的效果 美国的煽风点火火上浇油 可能会使下一阶段通过外交方式 来解决问题的窗口期会错过 会使各方之间承担更高的风险和成本 说到这个窗口期 近一时期我们观察局势的发展 尽管有一些紧张 但似乎各方都在强调 外交途径对话的重要性 在进行外交途径的过程当中 当然没有放弃军事的方式 但是现在在俄罗斯做出重大行动之后 我们会看到的变化 是一方面在军事行动上 可能各方会更加重视 而另外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角度来说 会更加依赖制裁措施 这就会进一步的挤占外交努力的空间 会使未来通过外交途径 能够达成妥协 寻找出路变得更加的艰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